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腾讯 文 斯嘉丽 今年我写的最新韩剧解析明显比去年少了 剧评主要还是依托韩剧质量 政坛旋丰成为了上半年韩剧市场的经验之作 影帝薛景球在剧中饰演韩国总理 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 韩国电影业的不景气导致影帝们纷纷转战电视剧 但大多数影帝水土不服 成绩不尽如人意 黄正民和崔敏直的电视剧尝试都未能达到预期 唯有薛景球凭借政坛旋风扛起了韩剧的大旗 这部剧就像辅佐官的第三季 薛景球饰演的总理 接替了李正仔未完成的梦想 继续揭示韩国政治的黑暗面 编剧将韩国历史的种种污秽一一呈现 剧情扣人心弦 反转不断 令人欲罢不能 联合新闻网 丢丢妹 李明珊 每次亮相外貌 似乎都更进化 整形传言不断 他日前受访 郑重澄清 表示自己除了变兽 脸上完全没动刀 只打了肉毒 因为家族遗传的咀嚼机 他无奈表示 自己胖了像爸爸 瘦下来像妈妈 还现场推鼻子 以示清白 经纪人补充说 他工作形成满档 根本没有时间去动刀整容 丢丢妹笑说 如果有一天胸部变大 那就是真的动了 他透露因为瘦身 原本丰满的F罩杯 缩水到C罩杯 成了时尚奶 他还爆料 有次直播穿小可爱 男友误以为他脱了nubra 结果是因为胸部缩水 尽管如此 男友对他依然尊重 两人感情融洽 联合早报 韩国男演员金秀贤 在台北举行粉丝见面会 台湾名嘴曾宝仪担任主持 曾宝仪在脸书分享主持心得 称主持 粉丝会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工作 艺人和粉丝能面对面交流 充满爱意 活动中 曾宝仪成功化解了一次尴尬场面 当时 金秀贤选了一张粉丝留言 他念到一半发现内容不妥 机智地转向粉丝喊话 并做事吞掉纸条 巧妙地化解了危机 全场拍手叫好 金秀贤心情未受影响 继续与粉丝互动 粉丝们在曾宝仪的留言区 感谢他的神救援 称他处理危机的表现令人敬佩 活动结束后 曾宝仪向金秀贤表达感谢 并开玩笑 说对方很香 引发粉丝的热烈回应 腾讯 岛国人拍婚姻伦理剧 一项驾轻就熟 比如讲出轨的咒言 和讲离婚的最完美的离婚 最近又有一部设定相当毁三观的新剧 《1122好夫妇》上线了 故事围绕一对 无性婚姻的模范夫妻展开 他们在婚姻中 设立了一条婚外恋许可的特殊规则 女主一子和丈夫二 也虽然没有性生活 但两人关系亲密无间 彼此信任 然而 当一子发现丈夫因为婚外情 而变得容光焕发时 内心产生了极度和困惑 为了平衡这种情绪 她也尝试寻找外遇对象 与此同时 二爷的出轨对象 每月也有自己的婚姻困境 她和丈夫智朗的传统日式 婚姻关系 让她感到压抑 聚集通过两对夫妻的故事 展现了婚姻中的复杂情感 和人性困境 最终让观众思考 什么才是幸福的婚姻 腾讯 获企人求婚成功后 获家何时 迎娶新儿媳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获启珊的婚姻问题 也备受关注 然而 获振婷在最新采访中表示 获家不会催婚 获启珊 认为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 获启珊 曾与张子怡和外籍模特 有过恋情 但因为家族压力和自身责任 最终都无疾而终 尽管坊间传闻获家 与何家有一撮合 获启珊 与何超连 但爱情不能安排 获启珊至今单身 获振婷表示 获家不会干涉 获启珊的择偶标准 也不一定要找体育界的人士 获启珊 如今已经41岁 虽然有颜值和身材 但年纪不饶人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腾讯 87岁的于慕莲 被誉为香港第一丑女 他的演艺生涯中 出演了上百部作品 尽管都是小角色 但凭借过硬的演技 成为周星驰电影里的 御用配角 日前 于慕莲在医院 度过了87岁生日 虽然身体状况不佳 但他依然保持乐观 于慕莲曾罹患 罕见疾病血液炎 经过长达半年的治疗 才战胜病魔 无儿无女的他 在好友的帮助下 找了保姆 照顾生活起居 于慕莲 慕莲一直热心慈善 曾捐建希望小学 资助数百名学子 他表示自己并不穷困潦倒 名下房产 价值数百万 于慕莲 已完成遗产安排 准备将房产 捐给东华三院 存款交给好友米学 捐赠给慈善机构 他坦言不怕死 希望去世后 后世从简 把骨灰撒到花园 于慕莲的得意双心 和大爱精神令人敬佩 腾讯说到跳水皇后 郭晶晶 她不仅是跳水界的传奇 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嫁入豪门或家后 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追求 和尊严 如今 43岁的郭晶晶 在巴黎奥运会中担任 跳水裁判 依然风采依旧 她穿着黑色旗袍 打着绿色油纸伞 展现出东方古典美 她的皮肤白皙 状态极佳 完全看不出已过40岁 郭晶晶的装扮 简单却大气 旗袍的美在她身上 得到完美诠释 她的自信和内敛 使她在众人面前 显得格外端庄 郭晶晶并不追求 白幼瘦的审美 而是健康匀称 给人一种温柔舒适的感觉 她在红毯上 穿着黑色旗袍 内敛的美和自信的气质 让人难以忽视 她的成功不仅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和才华 更得益于霍启刚和霍佳 对她的尊重和支持 霍启刚曾是郭晶晶的粉丝 借助她的影响力 提升自己 她的自信与尊重 源自于她的底气 霍启刚确实捡到宝了 腾讯 刘德华是几代人的偶像 近日她在演唱会上 情感爆发 泪洒现场 感动了无数歌迷 62岁的她 依然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把每一首歌 演绎得如舞台剧般 生情并茂 在演唱经典歌曲练习时 她穿着银色长袍 站在升降台上 做出了滑跪的动作 险些跌落舞台 但她毫不退缩 继续唱着动人的歌词 她的敬业精神和拼命演出 让人们感受到 她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相比之下 许多年轻艺人不敬业 靠替身和特效完成表演 令人失望 刘德华的成功 不仅在于她的才华 更在于她的品质和精神 她不仅自己努力 还不遗余力地 支持中国电影的发展 当初宁浩拍摄 《疯狂的石头》时 刘德华投资了300万 最终票房大赚 刘德华还参与了 《流浪地球》的投资和演出 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她的无私奉献 和对娱乐业的推动 使她成为 屹立不倒的传奇 腾讯 最近直播网红圈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网红加包哥在直播中 被歹徒当街杀害 事件发生时 加包哥正在直播 跳广场舞 突然出现了一位光头大叔 起初并未表现出恶意 加包哥也没有设防 没想到互动几下后 光头大叔突然掏出匕首 对加包哥进行疯狂刺杀 加包哥试图逃离现场 但因伤势过重倒地 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调查后 发现歹徒是随机作案 与加包哥并无恩怨 只因两人对视后心声不满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 有人质疑 围观群众为何没有出手相救 但面对持刀歹徒 许多人可能也会感到恐惧和无助 事件的突然性和残酷性 让人感到后怕 提醒我们在公共场所 要时刻保持警惕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墨沙不该只看到爽 更应该反思 腾讯 东南亚小岛 磅礴的雨季 三位女孩撑着伞 嬉笑地避着雨 一溜小跑 躲进他们的秘密基地 一个早被废弃了的偏僻古堡 外面大雨倾盆 乌云仿佛坠到地面上来 四缺一的他们点起蜡烛 百无聊赖地拿出卡牌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一响 一个女孩 闻声走出门外查看 却久久未回 另一两人觉得奇怪 对视了一眼 也站起身出去找人 一声惊雷劈开了黑幕 闪电照亮的一刹那间 只见一个身披雨衣 看不见面目的人 仰起狼头 脚下是早已被袭击 而死的同伴 他们尖叫着四下逃窜 雨衣人紧跟其后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尖叫惨叫声 轮番响起 然后雨夜再次回归平静 暑期第一档 似乎致力于 要让大家消暑降温提神 芯片末砂 在这个干拙的盛下 带着一片水汽缓缓走来 全网对这部片的评价 非常两极 褒贬不一 秉承替大家是毒的觉悟 我特地选了一家非市中心的影院 但周五晚上坐虑还是相当高的 等看完全程出来 现场观众仍然热议不断 总体来说 莫杀的骂声和好评都没有错 这部电影讲述了 校园霸凌致死 受害者家属 求诸法律无门 于是杀身成人 以暴制暴的复仇故事 近两年未成年人犯罪 校园霸凌的新闻品出 大家对这类议题的关注度足够高 值得深挖探讨的空间也太多 与现实中 大众看着未成年罪犯 因年龄被豁免 只能气得憋出乳腺增声不同 电影里给予了霸凌者有仇报仇 以牙还牙的悲惨结局 让观众直呼畅快 TVB反黑英雄主创 空降广州 袁伟豪等艺人现场发福利 线下路演人气爆棚 腾讯 7月5日 反黑英雄 总监制中树家 总制片人黄东花 袁伟豪 张颖康 朱陈丽和姚子玲等一众 TVB艺人 现身TVB新剧 反黑英雄 在广州的首场线下 路演活动 不少的粉丝和剧迷 也早早到场支持 现场热闹非凡 尤其在各位主创 演员的出场之后 直接将全场气氛 带向了高点 收视话题 热度双高 路演现场氛围火热 目前 反黑英雄 正在TVB翡翠台 和内地的腾讯视频热播中 聚集取得了话题 与收视的双高 不仅收获最高收视 24点的好成绩 在内地腾讯视频平台 也突破22000热度值 连续三天刷新港剧 在该平台播放热度的历史记录 此次路演 对不少粉丝来说 可谓是实现和主创 一起面对面追剧的心愿 活动现场 总监制中述家 和主演员伟豪 张颖康 朱陈丽 姚子玲 与关剧团粉丝 频繁互动 并分享了许多剧集 拍摄过程中的难忘时刻 现场笑声与掌声交错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当前随着剧情的白热化 观众的追剧热情也持续攀升 对剧中个人物走向也格外好奇 但目前的剧情 可谓是不走寻常路 掉足了大家胃口 剑指四溢 传说扑街 成龙被王传君打猛了 沈腾玛丽来士汹汹 腾讯 7月份接近中旬 暑期档终于有点意思了 这几天 有两部重量级影片开始发力了 一部是开心麻花最新作品 沈腾和玛丽主演的抓娃娃宣布 提档7月16日上映 并于7月13日开启点映活动 破除彻档传闻 另外一部便是伯纳影业 年度重磅电影传说 开启了首轮点映策略 那么成龙这部电影 点映票房如何 大规模上映后能爆发吗 影片质量到底又如何呢 飞歌第一时间观影完毕 且听如下解析 一传说票房分析 7月6日周六 内地票房排行榜新鲜出炉 大盘共斩获1.9亿 环比周五大涨了50.4% 创下了今年自六一儿同档 和端五档之后 最佳单日大盘成绩 前三甲分别为 《墨沙》 《头脑特工队2》 和《云边有个小卖部》 周六共有四部芯片 冲进了榜单排名 7月12日上映的奇幻动画电影《洛凡尘》 首次典映拿到114万 位居第九 根据首日典映口碑 得出此片 具有黑马前置 首轮预测票房为1.8亿 《洛凡尘》 源自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 牛郎之女故事 主创在此基础上 续写其后人冒险新片 腾讯 7月7日 一个铭记历史的日子 央视新闻发布了一条 关于七七事变的文字动态 提醒大家牢记历史 自强不息 这条消息迅速引发了 众多明星的转发 包括黄景瑜 陆寒 杨子 唐嫣 赵露丝 白静廷 黄晓明等人 杨子和赵露丝 虽然忙于拍戏 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 展现了年轻演员的责任感 唐嫣同样在繁忙的工作中 不忘社会责任 积极转发 《八十五花》中的赵丽颖和刘亦飞 也配文珍稀和平 无被自强表达态度 明星们通过转发 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也在引导粉丝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肖战的转发 更是在短时间内 收获了百万点赞 显示了明星的巨大影响力 港台地区的陈伟霆 谢霆锋 钟心童等人 也积极参与 发挥了正面引导作用 这些明星的行动 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 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腾讯 72岁的资深演员陈可为 在TVB工作了52年 因长演妈妈或长辈角色 而被称为TVB御用阿妈 他一生敬业乐业 从不懈怠 陈可为年轻时 曾打算做空姐 但在妈妈的建议下 报考了TVB议训班 成为了一名演员 他曾在《见证实录》 《陆顶记》等经典港剧中 出演重要角色 1984年 他移民温哥华 并短暂转行做地产经济 后来因为香港经济发展回流 继续拍戏 三年前 TVB因支出问题 将他的长约改为一年一千 他一度难过地哭了 但最终还是理解 并接受了公司的决定 陈可为认为 作为演员 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保持曝光率 他的敬业精神 和对工作的热爱令人敬佩 即使在被打劫时 也能理解对方的处境 显示了他的善良和宽容 腾讯 张兰分享了一则视频 展示了汪小飞一家 在亚洲排名第三的法国餐厅用餐的情景 张兰对新儿媳马小梅赞不绝口 称她漂亮且懂事 马小梅不仅在外貌上出众 更重要的是她的高情商和对家庭的关怀 使得她与婆婆张兰相处融洽 也得到了汪小飞的两个孩子 小月儿和小林林的认可 自从与马小梅在一起后 汪小飞的情绪变得温和 家庭氛围也更加和谐 张兰对马小梅的喜爱表现在日常的互动中 马小梅也通过细腻的关怀和高情商 赢得了全家人的喜爱 相比之下 大S虽然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严格 但对两个孩子的穿着却显得朴素 张兰在评论区也回应了网友的吐槽 表示大S对孩子的穿着不讲究 无论如何 汪小飞和张兰始终保持乐观 用心对待两个孩子 展现了良好的家庭形象和商业价值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Turn the lights on screen Was the latest scene Just you and me Love and disagree On the couch we sit Talk about the hits News and bits and bits Chap through all the fits Sister Greek sets Gotta talk about the i'm a crazy chair sharing where we're at from the weather change to the world's big stage everything's fair game under our spotlight's flame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ste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st got talk about that like crazy chair sharing where we're at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ste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st got talk about that got talk about that like crazy chair sharing where we're at what's a good feeling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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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